如果我沒猜錯 這次應該是孽懲醫生來扯頭纜 拉大隊來反對我的草案, 是嗎? 是 我曾經看過一份醫學雜誌 你寫的論文 你說對付癌細胞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等要跟他鬥快 要在他未化學之前就要將他消滅 如果這一番話真的是你說的 我沒想到你有什麼理由會反對 全面開放的文明責 你知不知道 每天有多少患有罕見病的病人 他們因為沒錢買藥一直在等 我們不可以讓他們無了期等下去 太理想主義, 真的不切實際 兩年前你提出公營醫療證券法 因為你知道單靠政府的部分 是不可能解決到醫療問題 兩年前的醫改告訴我 這條路是沒有自敬走的 政府本身是有責任 去照顧每一個香港市民 雙風感冒和罕見病都要一事同仁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幫他做到? 我們什麼都不用做 盡量幫他撐多一秒就一秒 葉醫生, 趕快點, 我怕我們趕不及 放心, 你在忙身邊有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你一定會看到你慢慢的 雙腳紅心變得我們的衣飪 好, 就是這麼懸舊 2003的時候, 犯� Гос порują 1、2、3、4、3、1 等… statexa 阿大,等我來 死亡時間 二、二、四、三 我們到了 好了 葉醫生,你快點,媽媽在等我 走吧 對不起 爹 爹 爹,不用死 那如果你媽媽沒有去立法會的話 是不是就是不會死的呢? 如果她沒有去立法會 她就一定不會有病發 她就不用死 難怪Yan找那個方敏 找整天早上都找不到 原來又是張婷那個搞小動作 這次你這個女人 不只是用傳媒攻勢那麼簡單 方敏的代表律師 已經聯絡了依法局 正式就方敏媽媽的死 向我們對你作出投訴 她說是你 妄顧她媽媽的身體狀況 而對她死亡 謝謝 謝謝 防疫維 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